字幕君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趙佑 我今天要繼續分享我這段時間跑的力量課表 今天是第四週的課表 如果你還沒有看過前三週 我會把連結放在底下 你們可以先回去參考看看 這個課表是台灣知名的界地高手 將凱傑、凱傑哥提供給我的 大家也可以上凱傑哥的頻道看看 上面有很多詳細的三項教學 那我們就進入今天的重點 第四週的訓練課表內容 第一天的第一個動作 辦公90%到100% 1RM 6組8下 第二個動作可以選擇抓舉 或是肩推 6組6下 第三個動作選一個下腹肌的訓練動作 4組12下 第二天的第一個動作是握推 百分之80%1RM 6組5下 第二個動作是槓領划船 6組10下 第三個動作是撥鼻跳 4組20下 第三天的第一個動作是相撲一舉 百分之90%1RM 2組1下 第二個動作是直立式划船 6組10下 第三個動作是伏地挺身 6組12下 第四天第一個動作 深蹲 百分之80%1RM 5組3下 第二個動作是握推 百分之90%1組1下 百分之80%3組3下 第三個動作可以選擇 抓舉 6組6下 或是分臀蹲 4組10下 第五天的第一個動作 可以選擇頸後寬握肩推 6組8下 或是抓舉 6組6下 第二個動作是直立式划船 6組10下 第三個動作是伏地挺身 6組15下 第六天第一個動作是相互硬舉 百分之80%4組2下 第二個動作是波比跳 6組20下 最後可以自選一個輔助訓練4組 這周是恢復週 因為下一周要測試3項ERM 所以這周主要的目標就是休息 不要練得太多 所以基本上這周跑起來不會太累 每天大概半個小時就可以練完了 然後一樣要注意主間休息 控制在2分鐘左右 不要太晚睡 訓練後也要確實的生長放鬆 下一周測試完之後 可以得到新的ERM 然後再用這個新的ERM規劃之後的課表 以上就是我最近在跑的力量課表第四周 下個禮拜我也會繼續最後一周的內容 如果你有其他的任何問題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們可以一起討論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影片的話也請幫我按讚、分享、訂閱 然後按下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在第一時間收到新影片的通知 也可以follow我的IG跟FB 我們就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